经常看港区的朋友可能都知道,被香港廉政公署选去喝咖啡可是不太好的一件事。 但是你是否好奇那里的咖啡是什么味道呢? 当地时间1月20日,由香港廉政公署举办的咖啡分享活动在香港海港城举行。 不少市民和游客品尝到了传说中的连署咖啡。 上世纪70年代,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,从英国聘请了一批自身警务人员。 由于文化不同,他们为疑犯或证人到连署录取口供识,一般都会问对方要不要咖啡。 连署咖啡渐渐为人所知,不少影视剧里也经常会出现被请去喝咖啡的情节。 香港廉政公署还在今年推出了一条以咖啡为主题的宣传广告,反映打击贪污,维护连结的决心。 下午1点至4点半,廉政公署的工作人员分四个时段向市民派送咖啡。 每个时段开始前都有不少人在排队等候,工作人员将一杯杯咖啡递到大家手中。 柜台上方的小黑板上写着世界在变,反弹不变,由你同行,成果攻见的字样。 喝到连署咖啡,不少市民和游客纷纷表示感觉很特别,仿佛走进了港距离。 其实还蛮特别的,因为我们不是本地人嘛,所以到了这边能够体验到在TVB里面才能看到的景象,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。 听说过,就是犯了一些贪污腐败的事情被请到廉政公署问问题,对吧,然后会喝到咖啡是吗? 感觉现在还是政府还是很亲民的,就是泰伐咖啡其实是对市民的一个福利和警醒吧,其实。 2019年是香港廉政公署成立45周年,除了咖啡分享活动,廉政公署还将取办一系列宣传活动,提醒大众携手反摊,维护连接香港。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,如果我们下期见到这里,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